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历时64天的平均战役完美结束 而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 又无疑是整个平均战役中最精彩 也最令人满意的结果 它除了让华北第一大城市免遭战火之灾 更让华夏祖先留给后世的文物珍宝得以保存 最重要的是 北平的和平解放让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共产党是在以一种极为宽大的政策 对待国民党降临 和平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诉求 这一政治理念后来被我们称之为北平模式 在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所以从这几点来看 平心而论 傅泽毅先生是功在人民 当然